好 这部台南警方获报 是有人持刀伤人的案件 发生在台南仁德 一处猪乌处 在12号的早上10点多的时候 警方获报说发生杀人未遂案件 因为一名54岁的现姓男子 他住在三楼 经过走廊的时候 突然被一名陌生男子 直接一面是挥了四五拳 接着他转身就跑 妖记间挨了一刀 赶紧报案 后续发现 他的右侧后方有两道长 两公分身两公分的穿刺伤 但还好没有伤及要害 不过警方按照周边的监视器 过滤房客发现 疑似是该楼层一名39岁的 红杏男子设有中嫌 在案发后六小时在租屋处逮到人 起初做案用的折叠刀一把 而目前了解 这名嫌犯无业 跟被害人的房间 只隔了四五间套房 两人都没有见过面 而但是这名嫌犯说 对方想要害他才会持刀下手 目前警方还要再进一步 厘清案情 那也希望是来自台南的详细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